昨天中午12点左右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3案巡大午安检索 接获民众报案一艘新海籍交罚疑似在大午公园案搁浅 交罚被冲上岸之后船上的船员却不见踪影 搜救人员27号扩大搜索范围 在中午11点15分的时候是在屏东的风吹沙海滩 发现了落海的理性船长他的大体 26日中午12点10分左右 海巡署东部分署第13案巡队大午安检索 接获了民众报案 表示一艘新海籍的交罚疑似于大午公园案记搁浅 交罚被冲上岸后但却没有看到任何船员 而海巡署也立即动员第三机动巡逻站大午安检索 第15海巡队线上巡防艇以及空情总队前往现场搜索 截至27日上午11点能为巡获落海的民众 但随即在11点15分该交罚的理性船长 在屏东风吹沙的海滩被发现 但却已经不幸罹难 而本次搜救能力共投入了岸季23车61人 以及无人机两个架次 海巡艇三个航次 空情总队两个架次 还有消防队的救生艇 而第13案巡队也呼吁 民众如果出海作业或于岸季周边进行活动时 应该要注意海上以及气候的状况 并留意自身的安全 记者陈继琳大午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